交代收費正式生效 交代收費正式生效 記者到市面了解有關實施的情況 經過觀察了解發現 大部分商戶已經在場所顯眼處 展示有償提供數交代的宣傳品 有商戶說支持交代收費 而且限數第一日 顧客使用交代的情況有所減少 麵包店負責人趙女士表示 早上大約少用一成交代 今早應該都有一成左右 都很厲害 今早交代就不用掛交代 往來很早要用交代掛 今早就不用 街市蔡浦楊小姐表示 用交代的情況減少 因為第一日市民不太適應 暫時減少大約三成 沒有預先包裝的免費 第二個收費 包裝好的如果再要交代的就要收費 沒預先包裝 這個就是免費的第一個 如果第二個就要收費了 沒有預先包商的第二個都要開始收費 是啦 市民陳女士表示 不清楚哪些要收費 商戶要求就會付 一元收費不覺得太貴 會依照法律執行 其實你自己清不清晰哪些是要收費的 不知啊 我夢叉叉 都是想著商家叫你付就要付的 是是是 會不會覺得一元收費很貴 不是啊 覺得 人家燒我們就要執行 就是這樣 法律裡就要執行